今天上午在台北城市科技大学举办日本研究中心成立酒会 下方表示由于在日本有很多产业值得台湾学习 因此城市科大成立日本研究中心 从十一住行娱乐等专业领域进行研究 期盼研究成果能提升台湾民主产业的竞争力 今天上午在淡水区台北城市科技大学举办日本研究中心成立酒会 现场由社团学生所带来的精彩舞蹈表演开场 校方表示由于在日本有很多产业值得台湾学习 因此城市科技大学成立日本研究中心 从十一住行娱乐等专业领域进行研究 期盼研究成果能够提升台湾民生产业的竞争力 本校会向日本学习十一住行娱乐各方面的专业力 希望能够提升我们民生产业的竞争力 特别成立了这个日本研究中心 我们日本研究中心的这个牌点 待会会录出来 我们特别邀请许水的院长 也是前出的代表 为我们特别会赐莫保 未来日本研究中心将从学校产学合作特色出发 导入日本十一住行娱乐等产业 结合专家进行抽丝拨茧的交流与研究 催炼日本的专业力 让台湾产业得以借力实力 提升竞争力 此外在活动现场 由亚东关系协会会长李嘉敬 日本交流协会代表 糟田干夫等人亲自到现场见证之外 还有台湾第一位获得日本天皇 颁授最高荣誉的旭日大寿章的 前驻日代表徐水德也都到场出席 日本研究中心它主要是研究 日本在十一住行方面的实际方面的文化 跟台大政大学术研究 校方表示在台湾目前有成立日本研究中心的大学 包括台大 成大 东海与台中科技大学等校 清一色都是以学术研究为主轴 而城市科技大学这一次成立 也是唯一成立的私校 并且以生活文化为主题 目前已经超过60位的学生 到日本完成餐旅观光业的实习 甚至也有校友在当地就业 可见从日本学期的点点滴滴也造就学生通往更好的未来 记者六品牌曲端一弹水采访报导